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歡迎大家來到桑普論壯這個節目 又晚上和大家見面了 希望大家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廣告 看完影片 利用Superfans的功能 能夠多多贊助本人 多謝各位 我們今天講什麼呢 講很多香港新聞 可以講一下中國的新聞 星期五也會有我和傑斯的 新桑海神舟節目 和大家分析一些香港國際和中國的新聞 當然我在這個節目 希望都不會重複我星期五會講的東西 希望廣東話節目裡面 也都將一些新的一些中國的資訊和大家講 當然不會講一些枯燥乏味的東西 一定會講一些和習豬頭有關的東西 大家知道如果你在香港說習豬頭 就會出事了 但是習近平最近有幾個狡狀 尤其在今天呢 就有兩個重要的新聞關於習近平的 第一件事呢 就是說呢 事緣禮拜一 有一個中國經濟高層的峰會論壇之類的東西 那就結束了 原先就是那個論壇 就給一些美國商人 黑石啊 高通啊 哈佛大學等等的人呢 去出席 即是有錢人華爾街集團 植谷集團呢 去出席那些地方 給一下 這個出席一下 給中國共產黨摸一下頭 對 這個高層峰會呢 習近平是不會出席的 當然他都沒有出席 應該整件事是國務院搞的論壇 最後呢 國務院總理李強要出來見 這班美國華爾街集團的人 誰知道突然之間取消 那你星期日 24日通知取消 部分那些華爾街集團的人呢 執行你走 你取消見這個李強孫 走了 走得太快了 為什麼呢 你等多兩天 等多三天 就見習豬頭了 是不是 習豬頭都說 他之後有可能見你 這個可能 有些人耐不住 有些人呢 就繼續等 等呀等呀等 等到星期三 啊 終於今天呢 習近平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見了 美國工商界和戰略學術界 戰略學術界 有些非戰略學術界 不知道 戰略學術界代表 那習近平說呢 中美關係呢 回不到過去 但能夠有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啊 我就說 桑普和習近平的關係 從來都沒有將來 OK 中國和人類的關係 當然也都回不到過去 但希望人類有更美好的將來 而更美好的將來前提是什麼呢 殲滅粉碎 雅架 不知雅架 要粉碎中國共產黨 就是美好將來的一個基本的原則 中美關係當然回不到過去 這些說法完全荒謬 譬如說 男女朋友的感情 夫妻的感情 永遠都不斷involve 不斷變化 什麼都回不到過去 但回不到過去 不代表說會離婚 不代表說會分手 父母子女關係 兄弟姊妹關係 亦都是回不到過去的 不斷是知否世事上變 變幻原始永恆 那你說這不是廢話中的廢話 什麼叫中美關係回不到過去 是不是 即各位觀眾 和我的關係都回不到過去 但我們不斷不斷 繼續看我的節目 繼續和大家交流 大家留言 comment like share 分享到更多的人 我也希望有更好的未來 這個回不到過去 是很荒謬的東西 都不知想說什麼 語言不詳 比23條立法 比國安法更加 含運不清 是不是 所以習近平 你收檔了 是不是 他說兩國在國際政治和經濟發展上 應該互相合作 好 我硬硬去猜渡他的意思 即是說中美關係現在變壞了 美中有對抗的格局 希望能夠從商界 即中國共產黨和美國商界交流入面 能夠開創一個更好的未來 這一點就是習近平的宏願 但他是不是能夠成功呢 那視乎究竟 這個美國的商界 在整個美國政治來說 有幾大的四 那現在大家知道 就是說 你這幫商界的人 以前 即是幾十年前 民主共和黨 都是相當大的建制派 那現在 共和黨 基本上是撇清了這些所謂的 建制派的實力 即是 侵侵和委的集團 不正確 基本上 不是完全 基本上不正確 民主黨 反而和現在集團 Silicon Valley的集團 相當過重實物 所以有所謂的深層政府的說法 這種格局就是 習近平很想拜登臨作 現在全奧巴馬 都害怕 在爬底 要和白官的官僚 去商議 怎樣 寫到拜登 能夠贏到這個 現在民望極高的 侵侵 所以這件事 會繼續有些 要怎麼做票 怎麼司法 就是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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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最近有個 所謂的保證金 他要給法庭 的 4點多 million 的 美金 就沒有這麼多 減到1點多 million 基本上 打得上去之後 就不需要去查封 即是這個 其他財產 但這個所謂的 保證金 要打到哪個時候 才被還回頭 就不得而知了 特朗普有一定是錢的 這筆錢也不是 很大很大筆錢 但這種所謂的 用司法 做武器 來去將一些 陳年舊事 拿來講 而那些指控 亦都是失實 和沒有根據 看看現在的司法 去到什麼情況 好了 我先不要說拜登和特朗普 習近平呢 就是說中美關係 回不到過去 但希望能夠有個 更美好的將來 希望彼此能夠有 更多的合作 意思就是說 救命啊 給錢我啦 不要走啊 回水啊 我要錢啊 我不想吃草的 這個就是習近平的哀鳴 這番的說法就是怎樣呢 他經常搞到 很神秘 神秘的地方就是什麼呢 你先你強健 有沒有確定 習近平皇帝見你 兩天之後 四十八個小時之後 就秘密地 見了一班美國商界的人 搞到呢 整件事就好像 一個黑幫 秘密 而這班商界的人 被下了封口令 不可以對外講 他會在兩天之後 見習近平 那這件事 大家的記者都猜到 都會 leak out的 但是他們不會贏 這件事就搞到呢 好像你 進入了美國的華爾街 和習近平的共犯結構 那樣 大家密謀一個密會的感覺 參與會見的美國商界代表 包括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董事會主席 格林伯格 黑石 Blackstone 集團董事長 兼首席執行官的CEO 蘇世文 我們叫首席執行官 也就是中國的 CEO行政總裁蘇世文 高通公司Qualcomm的總裁 兼首席執行官 就是行政總裁 安蒙 哈佛大學 肯尼迪政府學院創始院長艾利森 和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的會長艾倫 這些全部都是產和學界重要的人物 據新華社的報道 習近平指出 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 中美兩國的合作和對抗 事關兩國人民福祉和人類前途命運 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機遇 只要雙方都將對方視為夥伴 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 中美關係就會好起來了 習近平你收皮了 APT-31就是一班間諜 專門是攻擊美國各種國會議員的東西 用一些惡意的電子郵件 有病毒的 一是基本上潛伏的那補你的東西 補你的電郵的資訊 補國會議員和一些重要反共人士 甚至有些民主組織 知識基礎建設的他們的E-mail 他們的Cloud 即是雲端傳儲的東西 他們的電話記錄所有的資訊 APT-31 疑似和解放軍戰力支援部隊的網路攻擊有關 一、潛伏拿料 甚至收集你那些重要敏感資訊 和科技的敏感的保密的 甚至受知識產權 甚至無受科技秘密的保護的一些重要的資訊 另外就是說 自己在一種關鍵時刻 把病毒滲入來 癱瘓你的系統 這些才是可怕 已經最近看到出來 美國已經抓了7個人 全部中國人 14年潛伏 你用APT-31去攻擊美國 英國抓了兩個人 兩個人和一間公司 OK 美國、英國 我基本上都是講得很清楚 這一點是相當離譜 連紐西蘭 一個這麼親近中國的一個五眼聯盟之一 都開始發出警訊 你侵入我們國會議員的一些資訊 就是說已經講得很重要 你看一下這些東西 你怎樣說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機遇 互相尊重和平共處 你不斷用這些銳實力 來攻擊自由國家 那再不要講台灣 再不要講其他國家 今次英、美、紐西蘭 一起發聲 是很罕見的 澳洲雖然今次沒有說 揭露自己被攻擊 但是同聲譴責中國 台灣其實都應該這樣做 不可以溫溫吞吞的 所以你問我 蔡英文呢 他在外交上親美是好 他的整體的這個所謂的執政 勉強合格 因為有些事情 他不能夠將一些事情 將他講清楚說明白 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就是 形象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實力 最重要的是 內政、經濟 這些事情 他未必交得出一張 令人滿意的成績單 所以我就說 去到之後 會不會有一個更好的台灣局勢呢 大家都記夢這個賴清德 賴清德呢 四月會開一個青年論壇 就是了解一下台灣青年 因為很多都轉頭阿文哲 他們對經濟問題的看法是什麼 要聽聽他們的訴求 就是他520上任之前 做這件事是相當重要的 希望審慎樂觀 看看他有什麼搞作 希望他能力精圖治 是盡格前畢 就是以前的弊病 好了 跟著呢 報導提到 習近平認真聽取了美方代表的發言 並對他們的關心問題 一一作出回應 他說中國經濟是健康的 可持續的 去年中國經濟增速 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之中明列前茅 對世界經濟增長降現率繼續超過30% 臭屁啦 這是中國人民肝出來的 肝出來的 也都離不開 國際合作 中國的發展 歷經各種困難挑戰才走到今天 過去沒有因為中國崩潰論而崩潰 現在也不會因為中國見頂論而見頂 中國發展前景是光明的 我們有個底氣和信心 總之就是中國發展不因為見頂論而見頂 從來都沒有所謂見頂論的 你自己裂造出來一個樣子 我們不會見頂的 不斷地上升 我自己說 中國的墮落不會因為見底論而見底 中國的經濟人權的墮落不會因為見底論而見底 沒有最黑暗只有更黑暗 這就是中國的邪惡本質 所以我就說 香港的人 大家要 我能夠做到的地方 就是繼續說 告訴大家 很多人就說 你相處好心良在外面做這些事 我不是心良 我是悲哀 我知道看這個節目很多都是留在香港的人 冒著很大的風險看我節目 是不是 定時可能要翻牆 不知道哪個時候 我只是說 希望我陪伴大家 度過一些大家 難堪的日子 我是與哀哀者同哀哀的 就是我絕對不會覺得 我心良沒有這樣的事 我走得出來 是可能我有我的條件 我也有我的機緣 很多人走不出來 有很多原因 沒有錢 兒女 或者各方面的理由 完全明白 我只是透過這些節目 能夠和大家打氣 希望大家 知道 真是中國的墮落 香港的墮落 不會因為見底 而見底 OK 我只是說 這件事是相當難的 那習近平 這次這樣籠落美國的華爾街集團 會不會成功呢 會不會突破呢 我相信 這件事都是他自己粉飾 滿居多 即是他這件事 只不過是利用這個方法 來將一班有錢人 集在他旁邊 做公關show 這班有錢人 是不是真的聽他說 之後一定會 和中國多些投資呢 NO 你看回香港的股市 就知道 外資走青光 除了single day trading 那些之外 全部走青光 這就是很重要的方向 不會因為你習近平 說一句話 或者給一些什麼 十四條的利多政策 於是就會改變 是不會的 OK 好了 這個之外呢 還加插一些重要的東西 就是他要見馬英九 那這個消息是香港01透露的 那說一說究竟是什麼事 馬英九這條目罪呢 選舉前 就想促成藍白俠 最多當然公規一貴 那大清德已經當選了 那但是現在 現在習近平看到馬英九 看到馬英九 說要什麼 祭皇帝令 是不是 馬英九4月1號至11號 就是訪問中國 去廣東 去陝西 陝西裏祭皇帝令 皇帝 怎麼不制炎帝 炎帝是神龍士 神龍士是被皇帝打敗 你制炎帝還是皇帝 為什麼你不制炎帝呢 我真的很不明白 有炎帝令的 為什麼你不制炎帝令呢 是不是 所以說這些思維混亂 都不知搞什麼 之後就去到北京 有可能 最多什麼階段 會見這個 習豬頭 那麼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 事件一年 曾經兩岸關係 要聽習近平 一有天使戰片 這個共狗 馬英九 中國有個豬頭 就叫做習近平 台灣有個狗頭 就叫做馬英九 台灣前總統馬英九 將會在4月1號至11號 即是總統賴清德就職之前 第二度 率團訪問中國 香港媒體 香港01 即是我們昨天說香港01 繼續運作 看看他可以熬到什麼時候 他引述獨家消息說 習近平政計劃接見馬英九 也另外有一位 層級極高的台灣政治人物 接力訪中訪問中國 什麼層級極高的台灣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接力訪中呢 哪位呢 但自己猜一下 在說 朱立倫 連戰 還是侯友宜 侯友宜 侯友宜似乎不會 朱立倫 還是侯友宜 還是誰呢 還是連戰 層級極高的台灣政治人物 接力訪中 即是先有馬英九 好 叩頭 跪拜 乃 變成一個笑話 接著又有另一個人 會去見習近平的 有分析認為 習近平目前最迫切要解決的 不是兩岸議題 而是盡量維持穩定 中國或者是馬習會 或者是習馬 馬習議會 因為第一次就是09年 然後呢 會不會 不是09年 1516年的時候 是不是會這個 馬習議會 是為這個 拜習會鋪路呢 極有可能 但我覺得 這個跌倒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馬英九月叩頭 為什麼呢 接收指示嘛 是不是 國民黨 想要 食不埋民眾黨的答 形成共產黨的唯一代理人 這個就是 整個國民黨的盤算 甚至就是 馬英九 做超級聯繫人 在國民黨與民眾黨之間 做這個中環匹合 能夠使得他 得到習近平的垂青 以後成為了 真正在台灣 中共代理人之首 好 那這個就是他的目的 馬英九 是不是 就是 曾幾何時 你忠肝義膽 為國民黨 今天 披著國民黨的皮 為共產黨做事 如果兩掌再生 一定拖你出去 立即亂槍掃捨 毫無疑問 共疊共狗 你問我 台灣是否應該要找清楚 他一些犯罪的證據 從法律上檢討這個問題 尤其這些 有關國家安全的法律 是否允許這樣做呢 今時今日台灣的 就是退任的元首 過了冷河期 就可以訪問中國 現在他過了冷河期 所以他訪問中國 趴趴走 這件事呢 使得很多的亂局會出現 尤其現在台灣立法院 即國會三黨不過半 那麼馬英九呢 會不會就是領銜 去做一些接收order 然後呢 通過各種的形式 試圖在三黨骨不過半 尤其國民黨 可以跟民眾黨合作的情況之下呢 通過一些對中國有利的法案 包括呢 境外 通訊不在席投票 中國大陸配偶來台灣 六年減到四年可以定居 逼蔡英文總統在5204任之前 訪問太平島這些無稽的事情 跟著所有的事情 其實都是為了共產黨做事 他有沒有為金門下門 金門的這個禁限水域 被解放軍的軍艦或者海警船 不斷上胎升巡航 非法登檢觀光船 或者是撞我們的海巡艦 然後下水之後 不斷為那些中國大陸的人 鼓鼓呼 罵現在的政府 有沒有真真正正去罵 你中國共產黨不可以侵零我們的領土領海呢 他沒有說過半句這些 他只是不斷就說現在台灣政府為什麼 不去為那些台灣的人死亡而道歉 要他們叩頭 這個是什麼的一個人呢 大家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馬英九辦公室開康透露 訪問中國的行程 希望能夠再跟老朋友碰面 還說習近平是老朋友 是嗎 特朗普都說習近平是老朋友 但別人這樣玩法就是 說你一句老朋友 要捅你十刀 他用這樣的方式來跟大國領袖有話 難道你坐在美國總統的位置 個個都是俄羅斯中國的敵人來的 打他 你是不是想第三個世界大戰呢 還有你要玩這些垃圾 這些面子精 這些要面怪 你就給他面子 然後在下面捅他 這是川普的玩法 但是馬英九不同 馬英九說你老朋友 意思是什麼呢 叩頭 跪 奶 臉 絕 這個就是他的做法 希望能夠再與老朋友碰面 老朋友的習近平 習近平哪個時候成為老朋友 他很早已成為馬英九的老朋友 又添市尖片 外界紛紛猜測老朋友就是習近平 講回於品海的香港01 在今天引述獨家消息說 習近平在北京會見馬英九 確定在計劃中 不過見面的具體時間和形式仍在溝通與運作中 這名北京消息人士 而還指有另一位已射任 且層級極高的台灣政治人物 表態 在馬英九後 或將接力訪問中國 亦都可能與習近平會面 OK 這個就是這樣說 所以這個過民黨可能會跪兩次 如果成事 這個將會第二次的馬習會 對上一次要數到2015年11月在新加坡 當時被視為兩岸關係的歷史性重大突破 今次馬英九訪問中國 剛剛在台灣總統賴清德 5月20日就職典禮前夕 對習近平來說 目前最迫要解決的不是兩岸議題 而是中美關係和中國內部經濟衰退 現在只希望兩岸穩定 他會用一種更多的銳實力去滲透 化整為零 增強到對台灣的銳實力的攻擊和滲透 那麼現在看看他究竟會怎麼搞 那麼大家知道 習近平要的是什麼呢 全盤掌握台灣在地協力者的網絡 馬英九要他牽頭 用比喻來講 牽頭的 就是要他做Head 但是基本上帶領南白兩黨做一些事情 你聽馬英九 我只是跟馬英九講 馬英九就可以直接指揮 另外也通過那些什麼戰略支援部隊 網攻滑鳥 然後搞在內蒙古朱日和基地的時候 模仿台北的博外特區 總統附附 dedi everyone 一給一 做這個軍事演習 模仿在桃園揚迷有關空軍基地的東西 做有關的登陸 航戰的演習 这些全部都是用这些方式 滲液出来 来动吓台湾 来动摇台湾的深防 所以我就说了 国防、民防、深防 就是防范的防额 三样都很重要 以深防为首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看到这个 现在中国的特色就是这样 所以未来局势是什么变化呢 请听校围分解 好了 今天说到这里 明天再跟大家说过